1942年5月4日至8日 美国和日本航空母舰编队在珊瑚海进行了一场海战 这是第一次有航空母舰参与的海战 是第一次双方舰队在视线距离外进行的海战 也是第一次双方战舰没向敌舰开火的海战 这次交锋对双方战力未造成太大影响 但为双方一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提供了经验 1942年初 日本认为珍珠港事件后 美国经济转入战时还需要过程 到1943年夏季才能组织起像样反攻 日本有时间进一步推进战线扩大防御权 日本陆海军认为澳大利亚将是美国建议反攻的最大据点 日本陆军无力登陆澳大利亚 但可以切断澳大利亚与珍珠港的联系 日军占领东南亚广大地区后 向西南太平洋推进 以控制该地区制海制空权 切断美国通往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 1942年2月初 日军占领澳大利亚东北的比斯迈群岛的拉包尔基地 3月初占领新济内亚的来城萨拉莫阿 4月下旬 日本第五航空舰队和第五巡洋舰队从印度洋归来 回到特鲁克 开始实施攻占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和新济内亚的莫尔比兹港的计划 4月30日 日本第五航空舰队 第五巡洋舰队和六艘驱逐舰作为机动部队从特鲁克出发南下 横于夏威夷和新济内亚群岛之间 四机消灭盟军舰支 登陆掩护编队由降凤号轻型航母 八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组成 4月28日 从拉包尔出发的先遣登陆部队在降凤号的掩护下 于5月3日位于抵抗占领了图拉吉 1942年初 太平洋对盟军是一片暗淡的景象 但在1942年1月20日 日军1-124号潜艇在达尔文港布雷石被击沉 最后美军用潜水作业船从1-124号上捞出了密码本 之后几个月中 随着情报的累积 珍珠港的情报处逐渐破译了日军密码 并用分散情报绘制出日本联合舰队的进攻矛头 这为太平洋战争初期 美国海军能够与日军联合舰队周旋 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情报 通过破译密码得知日军占领图拉基后 将对莫尔比兹港实施登陆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决心阻止日军登陆莫尔比兹 但盟军集结兵力对付莱迪并不容易 萨拉托加号被潜艇击伤 在西海岸修理 企业和大黄蜂号在袭击东京后的返航途中 可供使用的只有第八特魂舰队的列克星顿号 和17特魂舰队的约克顿号两艘航母 另有8艘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 尼米兹决定由弗莱特海军少将统一指挥两支舰队 5月1日进驻珊瑚海 第一场战斗在5月3日开始 弗莱特接到日军正在图拉基登陆的消息时 约克顿号仍然在巴特卡普角以西100多英里的海面上 他立即命令以每小时26海里的速度 向北驶往所罗门群岛中部 5月4日服晓 列克顿号到达瓜达卡纳尔岛西南约100英里的海面后 出动战斗机向图拉基附近海面上的日军发动袭击 摧毁了日军水上飞机 随后舰队向西莫尔比兹港进发 尼米兹后来对图拉基战斗重新做了评价 从消耗的弹药和取得的战果来比 这场战斗肯定令人失望 这一袭击也暴露了美军的实力 珊瑚海战役前 美国占有情报先机 袭击图拉基后 双方的情报就拉平了 5月4日 日军登陆部队主力从拉包尔乘14艘运兵船 在6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的掩护下驶向墨尔比兹港 完成托拉基登陆掩护的降凤号轻型航母 以及掩护舰向西航行准备与登陆部队汇合 同时机动部队第5航空战队进驻珊瑚海 而前来迎接的美军第17和第8特混舰队 已先于日本机动部队进入珊瑚海 于是发生了海战史上有名的珊瑚海海战 日本第4舰队井上成为海军中将 派高木雄海军中将率领祥赫和瑞赫号航母 舰载机共125架 即重巡洋舰三艘 驱逐舰六艘 从特鲁克岛出发 原中一海军少将率降凤号轻型航母 和重巡洋舰四艘 驱逐舰一艘从拉包尔起航 掩护登陆船队驶向目标 美军截获日军行动情报后 尼米兹命令弗莱彻率第17混舰队 包括约克敦和列克星敦号航母 舰载机140余架 巡洋舰五艘 驱逐舰九艘 在珊瑚海阻击 5月3日日军占领图拉基岛 4日上午 约克敦号航母舰载机 袭击图拉基岛外海日军舰队 击沉驱逐舰一艘和小型舰艇数艘 5月6日在密云掩护下 弗莱彻同格雷斯上将的重型巡洋舰和列克星敦号会合 珍珠港的最新情报表明 由两艘航母提供空中掩护 入侵莫尔斯比港的日军船队 将于第二天穿过卢伊西亚德群岛 于是弗莱彻向西指使珊瑚海 弗莱彻并不知道 一架日本水上飞机已在下午发现了他们 得知两艘美军航母正在前往莫尔斯比港 袭击日军船队的消息后 在拉鲍尔的井上海军中将司令部里一片恐慌 司令部紧急命令运输船队停止前进 高牧少将率领以翔赫和瑞赫号为主力的机动部队 收到警报时正在刮打卡纳尔以南加油 等到准备好将距离缩小到可以发动空袭的时候 舰队碰到了云雾 5月7日四时许 得知美军舰队基本方位后 日机动编队出动12架舰载机 分为6组 在180度至270度方位之间 250海里距离内搜索 5时45分 向南搜索的日记报告 发现美军航母巡洋舰各一艘 60至6015分 瑞赫号出动零式战斗机9架 轰炸机17架 鱼雷机11架 翔赫号出动零式战斗机9架 轰炸机19架 鱼雷机13架 共78架日机向所发现的目标飞去 但到达目标上空后 发现不是美军航母编队 而是6日下午与弗莱赫本队分手的 尼奥销号游船和西姆斯号驱逐舰 形状与航母和巡洋舰相似 日记群于附近海面搜索2小时 未找到其他目标 鱼雷机未进行攻击 于9015分开始返航 而36架俯冲轰炸机 则于9026分至40分攻击最初发现的目标 西姆斯号被三颗250公斤的炸弹击中 有两颗在机舱爆炸 不到60秒钟就沉没了 尼奥号中7颗炸弹 再者大火在海上飘了几天后沉没 这时弗莱赫的航母主力与游船分手后正向西行驶 以其拦截日军登陆舰队 但美国舰队犯了日军同样的错误 没有发现航母部队 黎明之后 列克星敦号的一架巡逻机发回报告说 发现两艘航母和四艘重巡洋舰 弗莱赫以为是日军航母部队 决定对其全力实施攻击 列克星敦号出动俯冲轰炸机28架 鱼雷机12架 战斗机10架 约克敦号出动俯冲轰炸机25架 鱼雷机10架 战斗机8架 共计93架舰载机飞向目标 飞到目标后 才发现是两艘轻巡洋舰和两艘炮艇 是日军登陆的掩护部队 由于密码错误 被夸大成一支突击部队 93架美军战机和轰炸机轮番进攻 降凤号中了13颗炸弹和七枚鱼雷后沉没 珊瑚海上面留下一团黑烟和一片扩散的油污 日本海军在这里丧失了第一艘大型舰支 5月7日上午 美日双方舰队刚好处于相互攻击范围的边缘 但由于技术原因彼此没有发现 双方错过了先发制人的时机 美军犯的错误很危险 因为初击的舰载机偏离方位达90度以上 日本联合舰队也犯了错误 因为至少知道美军主要目标的大致位置 日积下午14时起飞 18时日落后两小时才能返航 这在1942年并非易事 但园中一中将 还是派12架轰炸机和15架鱼雷机 在15时离舰向预定目标飞去 黄昏时分 日军飞机从美军舰队上空飞过 但因天气没有发现目标 返航时才发现美军舰队 但战机已经抛掉了炸弹 并未受到美军战机拦截 暮色中 几家迷失方向的日基飞行员看错目标 试图在约克敦号上降落 由于识别信号不好 被约克敦号高炮手发现 并将其中的一架击落 另外几架慌忙逃入黑夜中 弗莱车意识到 日军航母就在附近 而决定这场海战结果的航母间的决斗 必定在第二天进行 5月8日最后一个小时 珊瑚海200海里内 四艘航母上完成着同样的准备工作 侦察机都提前出发了 8时15分 在最北边的美军侦察机发回报告 日军航母特潜舰队 在列克星敦号东北 约175海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25海里的速度 向西南行驶 几分钟以后 美国航母的无线电台 收到了日本发现美军的报告 随后 约克敦号和列克星敦号 出动15架战斗机 46架轰炸机 和21架鱼雷机 扑向日军舰队 一小时45分钟以后 美军突击队发现 祥赫号和瑞赫号 正向东南方向行驶 两艘航母之间相距8英里 各有两艘重型巡洋舰 和驱逐舰护航 美军战机在基云里组织进攻 祥赫号趁机出动了更多战机 瑞赫号躲进下着暴雨的海面 向日军航母发起首次进攻的 美军飞行员 面对强敌乱了阵脚 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 被零式战机冲散 发射的鱼雷偏离目标很远 仍下的炸弹 只有两颗击中祥赫号 祥赫号甲板上 因燃油泄漏起火 十多分钟后 列克星敦号上的飞机赶来 但难于发现 后云层下面的敌舰 有15架美军轰炸机发现了目标 但只有6架野猫式战斗机保护 被零式战斗机冲散 只投中一枚炸弹 进攻再次失败 列克星敦号的雷达 发现远在70多英里外的日击后 立即出动战机拦截 日军69架战舰机 在被拦截之前 就已经分成了三个攻击队 鱼雷机队 首先飞临约克敦号 由于该舰灵活规避 日军的攻击未见效 但在环形警戒序列中 美军两艘航母都在自行规避 结果使两舰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大 警戒舰也随之一分为二 从而削弱了对空防御 给日击以可乘之戏 日击对约克敦号左衔 发射了八枚鱼雷 均被避开 随后 轰炸机开始对约克敦号 俯冲头弹 一颗800磅炸弹 击中了剑桥附近的飞行甲板 鱼雷机队攻击列克星敦号时 运用了夹击战术 从舰守的两舰 15到70米高度 1000到1500米距离发射鱼雷 列克星敦号 吨位大 转弯不灵活 被两枚鱼雷击中左舰 锅炉舱有三处进水 列克星敦号 拼命规避鱼雷时 日军轰炸机又开始攻击 列克星敦号 被两颗炸弹命中 这场遭遇战 只持续了13分钟 列克星敦号 被鱼雷和炸弹击中后 出现了7度恒轻 但调整燃油后 恢复了平衡 继续接纳返航飞机 着舰 并为战斗机加油 加强制空 但由于燃油泄漏 藏内发生爆炸 引起大火 火势迅速蔓延而无法控制 下午15时 舰长下令全体舰员离舰 17时许 费尔普斯号驱逐舰 奉命对其发射五枚鱼雷 列克星敦号 于17时56分沉没 降落到该舰的36架飞机 也随之沉入大海 约克敦号 虽然有轰炸机和鱼雷机27架 战斗机17架 但已入夜 弗莱切遂命令撤离战场 珊瑚海海战对美国 对太平洋战局 对世界海战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尽管参加此次海战的军舰不算多 交战规模不算大 激烈程度也不算高 但珊瑚海海战 是首次航母之间的战斗 以往的海战都是双方军舰 在距离较近 用舰炮相互攻击 珊瑚海海战则不同 双方的军舰没有开炮或者发射鱼雷 也没有进入对方的视线之内 而是在上百海里以外 出动舰载机交锋 这样的交战 在世界海战史上上手首次 这是航空技术与兵器发展的结果 从战术得失看 美军被击沉大军航母 列克星敦号 一艘游轮和一艘驱逐舰 损失66架飞机 死亡543人 约克敦号航母受伤 日军损失一艘轻型航母 77架飞机 死亡1074人 一艘航母受伤 虽然日军损失的飞机和上望的人数多于美国 但他们已损失12000吨翔凤号 和在图拉基岛外围被击沉几艘小舰的较小代价 换取了击沉尼奥肖号 西姆斯号和33000吨大型航母 列克星敦号的胜利 然而从战略角度看 美国赢了 正如尼米兹所说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深远意义的胜利 珊瑚海海战挫败了日军南下 控制珊瑚海和澳大利亚海上通道的战略计划 北极商的翔赫号航母需要修理 损伤惨重的瑞赫号航母需要重建 削弱了日军在后来不久的中途岛海战中的实力 也让日本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次遭到破灭 尼米兹曾打算让弗莱车舰队留在珊瑚海 因为哈尔西正在迅速赶往珊瑚海 可以把约克敦号并入第六特混舰队 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他把目光投向了即将展开的中太平洋遭遇战 他命令约克敦号必须尽快修缮 以便以比较完整的阵容投入新的决战 同时命令潜艇部队对受伤返航的日军航母发动袭击 又向普吉特海峡海军船厂发报 督促加速修复萨拉托加号以备急需 5月10日日军采取了军事示威行动 占领了大洋岛和挠鲁岛 亦在挽回珊瑚海战中所丢的面子 尼米兹将计就计 电令哈尔西赶赴东所罗门群岛500海里内的海域 让大黄蜂和企业号航母以及第16混舰队摆开阵势 意在迷惑日军 让其相信太平洋舰队的所有航母已经抵达南太平洋 从而牵制日军北上进攻的兵力 此招果然有效 日军慌忙撤出所占岛屿 在南太平洋海域排兵布阵 至此珊瑚海海战烟消云散 日美双方在表面平静中酝酿新的攻势 航空母舰 简称航母 从出现之后 对整个世界的海军都有重大影响 尤其是到今天 是否拥有航母 更是成为各国海军强大实力的象征 当然 作为军事武器 航母的起源和战争有直接关系 可以说呀 战争会加速军事武器的发展 航母也不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航母正式出现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全球一共有五个国家拥有航母 当然了 由于众多原因 这五个国家航母的数量悬殊非常大 我们今天看着五个国家航母的大致状况 前三名的航母数量远超我们想象 后两名航母没任何战绩 航母是大型水面舰艇 其发展和各国的海军有直接关系 说白了 只有那些对海军非常重视的国家 或者海军实力非常强大的国家 才会拥有航母 虽然航母在海军中影响比较大 但其花费也大 因此 如果各国对海军重视 或者海军实力不够强的话 基本上就和航母无缘了 而战时 拥有航母的五个国家 和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第五名 德国 二战时的德国有一艘航母 名字叫齐柏林号航空母舰 1935年的时候 德国开始制造齐柏林号航空母舰 可以说开始的时间并不算晚 1938年的时候 齐柏林号航空母舰完工 不过德国的航母 和其他国家航母完全不一样 人家的航母都是用于 和敌方争夺海上制空权 而德国的航母 却是用于充当旗舰 并提供空中掩护的 由于作用不一样 所以航母的性能也不一样 简单的说 德国的航母有很多问题 舰载武器存在众多死角 飞机数量非常少 续航能力低等 和其他国家的航母 完全不能相比 其实 德国的航母之所以发展成这样 和德国的状况有很大关系 德国最强的就是陆军 其陆军横扫欧洲 德国的空军也非常强大 在闪电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也正因如此 德国军队中 很多人并不认可发展航母 他们觉得 拥有陆军和空军就够了 要知道 发展海军的成本非常高 也正因如此 德国的海军一直没发展起来 德国的齐伯林号航空母舰 从没有出过海 所以也没有战绩 苏联逼近德国时 为了不被苏军俘获 德国人自己把这艘航母凿沉了 不得不说 这艘航母也确实憋屈 好不容易造出来了 什么都没干 就被自己人给凿沉了 当然 德国也计划制造其他航母 只不过一直停留在图纸上 没有动工 第四名 法国 二战时的法国 也只有一艘航母 名字叫 贝亚N号航空母舰 这艘航母来源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战之前 法国在建造诺曼底级战列舰 战争爆发之后停工了 一战结束后 法国人本来打算继续建造的 结果去了一趟英国之后 觉得人家的航母不错 于是 就把诺曼底级战列舰改成了航母 由于是改造的 所以 其实力根本无法和英国 美国航母相比 1927年 贝亚N号正式建成 还配备了飞机和飞行员 并且进行训练 在这一点上 法国做得比德国强 至少人家配套设施都有 德国根本啥都没给配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 贝亚N号 跑到大西洋上 找德国潜艇去了 结果没任何发现 法国投降之前 贝亚N号奉命帮助法国 转移3880箱国家黄金 储备到美国 这是贝亚N号 唯一以此露脸 贝亚N号转移黄金没多久 法国就投降了 法国投降后 贝亚N号一直在 法国殖民地待着 后来 贝亚N号开始跟随盟军 不过这么好的航母 却被盟军用来运输军队 一直到二战结束 贝亚N号都没有任何战绩 虽然法国和德国一样 都是只有一艘航母 不过不管怎么说 法国的航母还出过海 有过运送黄金的精力 德国的航母 可是没有任何精力 第三名 日本 二战时 日本一共拥有25艘航母 其中有11艘舰队航母 和若干轻型航母 虽然日本是法西斯国家 但不可否认的是 日本在航母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大作用 日本可以说是 最早重视航母的国家 这个很容易理解 一战结束后 在华盛顿会议上 日本海军发展受到限制 成为二流实力的海军 其海军吨位被严重压缩 因此 日本不得不把目光 放到其他地方上 当英国决定 建造航母后 日本随即觉得 航母的地位非常重要 因此 开始抓紧建造航母 1992年 日本建造的 凤翔号航母 正式下水 虽然英国建造时间比较早 但凤翔号航母 却是第一艘下水的航母 因此很多人公认 凤翔号航母 是世界上第一艘 标准的航空母舰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又抓紧 对航母的建设 日本的凤翔型 翔鹤型等航母 实力都比较强大 日本不仅仅建造了 25艘航母 还有20艘航母 在二战结束时 还没有完工 可见 日本对海军非常重视 当然 日本当时的海军实力 也是世界前三的 称霸太平洋地区 整个二战期间 日本的航母损失 还是比较严重的 光是中途导战役 日本就损失了四艘航母 那次海战 也是参战航母 数量最多的一次 二战后 日本军事虽然受到限制 但其仍旧拥有 四艘直升机航母 可以说 在航母这方面 日本始终走在世界前列 当然 日本的海军实力 目前也是全球领先 这一点不得不承认 第二名 英国 二战时 英国一共拥有96艘航母 这个数字 绝对能震惊到任何人 毕竟现在全球的航母 加起来都没有很多 我们都知道啊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 殖民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想要维持庞大的殖民统治 英国必须有强大的海军 而英国海军一直都是其骄傲 其实力一直傲视群雄 英国在一战之前 都尝试过制造航母 暴怒号是世界上造的最早的航母 由于众多的原因 英国造航母的时间虽然早 但发展比较慢 不过即使这样 到二战的时候 英国也差不多有31艘航母 暴怒号 勇敢号 光荣号 皇家方舟号 光辉号 胜利号等众多航母 都穿梭在各大洋中 不仅如此啊 二战开始后 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海上优势 还从美国租赁了大量航母 加起来的话 英国一共有96艘航母 其航母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英国的航母不仅在 大西洋和地中海 和德国 意大利进行战斗 还在亚洲和日本进行战斗 虽然其战绩很可观 但航母损失也非常严重 不过这也能从侧面说明 英国海军实力的强大 如果是一般国家 即使给你这么多艘航母 你也未必有这么多海军人才来指挥 但英国却能做到 这不得不让人敬佩 第一名 美国 二战时 美国一共拥有155艘航母 这个数字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天文数字 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多艘航母 不仅仅因为其国力强大 还有就是 其工业生产能力非常强 美国当时的工业生产能力 不仅能超过全球所有的国家 甚至能超过全球所有国家的总和 二战盟国中 有众多的武器都是美国制造的 以美国当时的生产能力 一年就能轻易制造出几十艘航母 如果不是这样 美国也不会送给英国那么多航母 美国的155艘航母也都是一个级别的 其中大型航母27艘 轻型航母11艘 互舰航母117艘 就是说 绝大多数都是互舰航母 这类航母大多数用于运送物资 很少参与直接战斗的 也正因为加大业大 美国才在二战中援助了很多国家 当然凭借着绝对的武器优势 美国海军在二战中的战绩 还是很乐观的 毕竟除了日本和英国 谁也没有这么多航母和美国作战 当然 即使是现在 美国的航母数量 依然是全球最多的 目前美国拥有11艘航母 其中10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和一艘福特级核航母 其航母发展绝对领先全球 这就是二战中各国航母数量的现状 总的来说 美国 英国 日本三国的航母数量 在今天看来真的非常离谱 这些国家之所以能造出这么多航母 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 毕竟国际局势不稳定 大家在军队上的投入比较大 还有就是 当时各国都以工业为主 工业生产能力很强 所以航母的成本相对较低 德国和法国的航母没什么可说的 虽然有 但只是听说过 毕竟没有任何存在感